《海淘法师 般若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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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淘法师 》 《海淘法师 般若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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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淘法师 般若讲座《海淘法师 般若讲座》 《海淘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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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讲座》 这个咒语的加持 这个咒语只要风吹过去 雨下下去 沙吹过去 都在利益众生的 阳光会放下去 特别是这种金亮 马上反光它都在利益众生 所以你开车的时候 最好多拿一张的时候 就贴在车子的后面 谁开在你后面 那福报可大了 前面贴一张 后面贴一张 因为你要利用各种方法 去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因为我们相信 这个叫念一下 见即解脱 对 不管是地水火风一接触 风一吹 它就可以离苦了 但是各位今天 守八万载戒叫什么 来 见即解脱 晚上你不要随便 你赶快去撞撞人 看哪里人多 让他见到你 因为你身上有八万载戒的功德 这就是我们出家人 为什么要穿这一套 这也叫见即解脱 这不是奇装异服 它就是要让你看到 然后让你看到 手上拿着炼珠 挂着炼珠 它叫见即解脱 所以再聪明的 舍利佛尊者 穆建年他们聪明 在那个时间 在那个时代 他是最聪明的人 那时他们又听闻佛法 终于见到 马圣比丘 在街上走 哇 见了他就升起 敬仰心 舍利佛 然后呢 他跟他讲一句话 念一下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然后舍利佛就正出国了 因为他们以前都认为 有一个神 或是不变的主宰 在佛罗门教 在主宰的我们 对不对 人的命运 就是被神主宰 但是他听这句话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不变的主宰 一切都是 一个因缘和合而改变了 就像你把水加热 变成水蒸气 你把它变冷 变成冰块 所以变成水蒸气 变成冰块 并不是有一个神 神在主宰而是因缘改变了 所以像各位今天 来忏悔受八万在劫 因缘改变没有 改变了 下辈子会不会下地狱 不会 下辈子可不可以升天 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受了八万在劫 要不要感谢 言缘法师 财产给你 谢谢你 你救了我的命 不但救我们的命 还救我们祖先的命 还救我们堕胎胎儿的命 所以我们出现是被救了 所以我们也去救人 这样而已 那容易 容易 太容易 只要受八万在劫 所以下回跟你儿子说 你跟妈来受八万在劫 给你一万美金 然后他就来了 第二次 怎么没有给我 三次 三万美金 等他受完三次以后 他就不要三万美金 因为他开悟了 但是就算要给三万美金 滑得来滑不来 滑得来 不然他给你倒十万 我跟你讲 他没懂佛法 他给你倒十万 用钱可以解决的 那倒方便 所以百千万亿 布施不如 守一条戒律的功德 对不对 他能够守一条 多好 所以用尽各种方法 你去爱护他 那既然你 你希望你的儿子受戒 那当然你希望 所有人都不要杀神 那当然早上讲 布施几百亿美金 难道守一条戒律的功德吗 因为你布施几百亿美金 好吧 让你盖十栋大楼好了 101 最高的好了 但是你守一条不杀神界 是整个世界的 所有大大小小的生命 都得到你保护 哪一个功德大 当然持戒的功力 持戒是对所有众生 我都承诺 我这一辈子 不伤害任何一个生命 包括一只蚂蚁 哇 那这个世界多安全 对不对 以后都不用关门了 因为没有人杀神 没有人偷盗 没有人强奸 这个世界多好 所以我想各位 修福报 布施的水源 就像刚刚各位 一块饼干就可以利益多少众生 一块饼干 一支香 一点点水 在佛前点灯 点个灯 观想 回见给他们 他们都超度 所以佛经说 有人死了 你帮他点四十九盏灯 他就可以消夜长 升天 升净土 点灯 为什么 因为共在佛前 所以布施的福报 这么大 然后就算我没有四十九盏灯 那我来辞戒 你在告诉全世界的人 我只要活的 我不会杀你 连动物都不杀 不会偷盗你 我不会破坏你的家庭 我不会骗你 全世界都相信 所以我们在很多道场 很多居士来帮忙做义工职工 因为我们做生命电视 还做很多事业单位 那我们的戒律是什么 就是大家要守五戒 那这家公司就OK了 大家都吃素 进一步呢 大家各尽其力去帮助这个社会 这非常有意义 所以我想 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持戒的方法 而且今天持戒 还有什么好处 你平常布施十块钱是十块 今天你受八万灾戒 受戒 那怕世间的想法来受戒 念一下六十万倍 你布施十块 昨天跟今天就不一样 六十万倍 那如果你是发财 为了利益众生 那就百千万亿了 没办法算了 所以等于今天布施一块 超过昨天布施一亿美金 就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呢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初一十五 都要守八观灾戒最好 因为初一十五是我们抱祖先 最好的日子 初一十五也是消磨障 业障最快的日子 因为初一十五 所有的善神呢 都来找谁在做善事 他就可以增加善的力量 所以这些善神会护持他 所有的魔鬼也开始出来找 谁在做坏事 他要把他抓走 所以自古以来 我们就说 所以初一十五是灾戒日 不要做坏事 初一十五多多去做善事 而且呢 初一十五也是祖先 最需要子女帮助他的时间 如果还有祖先在轮回的 我们利用初一十五来拜祖先 这样 所以各位 你不会看日子没关系 初一十五那一天 都是最好的日子 你早是做善事的 开光啊 搬佛像啊 都是最好的 初一十五千万一点坏事不能做 就像今天一样 可不可以骂人 不行 就是这样 可不可以吃肉 不行 连爱漂亮都不行 连男女睡觉都不行 连晚上吃东西都不行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晚上吃东西 那些鬼就会一直吐火 这样而已 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晚上不吃东西 受戒 整个地方上的鬼都不会吐火 力量大不大 持戒的力量 所以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次地方上 有一只独龙 吃了很多很多人 那时候有人去找了佛陀 然后就二十位阿罗汉 大神通了 就跑到那个地方 要把那只独龙降伏掉 结果二十个大罗汉 展现了各种的神通 越神通越大 那个龙越厉害 哇 怎么办 后来就来了一个老法师 老比丘 他到了现场 他就这样 那只龙就变小了 那就乖乖了 奇怪 我们阿罗汉显现大神通 还不如一个老阿商 然后他就问他们二十个 老阿商 你也是阿罗汉吗 是啊 我们也是阿罗汉 为什么没办法降伏呢 这个老比丘说 我从跟佛陀出家以后 每一条小小小小的界 因为我们出家人要守 两百五十条 维系的界 我把每一条界力都当作最重的重界 我们有重界跟情界 他把每一条界都持得很圆满 应该是我持界的力量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戒律的力量不可思议 当然最高的戒是什么 你想 持背心 所以那个魔王颇寻 在伤害佛陀的时候 百千万军队 用武器 用石头 要把佛陀摧毁掉 不让佛陀成佛 请问佛陀有没有现神通 没有 他就坐在那边 升起了悲心 这些魔王 他们也可以成佛 他们好可惜 就升起悲心就对了 就升起悲心以后 所有的武器都变成莲花 在佛陀面前 各位 念一下 慈悲无障碍 法力不思议 慈悲心所显现出来 不可思议 当然有很多人 我说 师父 我是个居士 我做个烟供 投个饼干 有用吗 他们会来吃吗 会不会怎么样 就考虑一大堆 我跟他说 慈悲无障 法力不思议 你什么都不会 你就念观世音菩萨 你就念 悟密佛 你就念 欧玛尼别美后 那不可思议 但是重点是 慈悲心 所以 布施福报很大 慈戒福报很大 忍辱福报很大 但是都输给慈悲心的功德 所以 观音菩萨 就一个力量 可以普度众生 观音菩萨的力量是什么 大慈大悲 我们对观音菩萨的意义 就是大慈大悲 没有别的了 所以 念一下 慈悲就是观音 喜舍就是四字 所以观音菩萨 跟大慈至菩萨 结合起来 就是欧弥陀佛的力量 欧弥陀佛最大的力量 就是慈悲跟喜舍 所以你有慈悲心 什么叫喜舍 舍就是平等 喜呢 没有恨的 去高兴别人做任何善事 没有嫉妒心就对了 你的敌人现在很健康 你都替他快乐 希望众生都快乐 这个叫喜 随喜别人 一般我们做不到 这个人跟我不同派 他最近在赚钱 我不舒服 这个以前跟我伤害我 他在有钱 我不舒服 那你就没力量 所以各位 坏人的儿子 现在过得很快乐 你要讲 太好了 他只要快乐 我都很快乐 这个叫喜 这个喜一定要有 舍做平等 舍就是平等 你可以讲 平等就是智慧 这一点很难 冤亲平等 所以没有敌人 也没有特别爱的 众生都平等 这个叫舍 那当然听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偏偏很难 你的老公牵着外面的女人 你舍吧 你气死了 你就很想要去骂他 你控制不了 所以各位 修行你不平常修好 碰到境界 你就没办法 你平常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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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念佛不在嘴 念是代表当下的心 你要把佛法进入你的心 而不是念在嘴巴 所以这个叫智慧 那这个智慧 各位真的要花一点时间 要禅修 要听 就像各位现在听我讲 叫闻所得慧 听了 那你听完要记下来 我有一个特殊的能力 就是我师父没讲的任何一句话 每一个善知识 我永远都忘不了 这是我特殊的 我很特殊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永远忘不了 那你要成就这个叫闻所得慧 就是忘不记得才叫闻 听得到 那你忘不掉了 所以你平常就会拿来想 叫思所得慧 思维 那你思维过了 这个有道理 所以我一定要按照这样做 叫修 修所得智慧 那如果你连听都会忘了 就没办法 那当然各位 这个要重一点善根 有些人是 你十年前骂他一句话 他永远记得 那个叫业障重 业障有够重 好的都记不起来 坏的记到天亮 所以各位一定要让自己 有这种 只有听正面 忘了负面的事情 昨天那个人骂你 早上睡醒了 哈喽 对方还怪怪 昨天才骂他 他给我哈喽 我忘了 早上见面不是要哈喽吗 这个是最厉害的 所以这个叫保持正念 只会记好的 记不了不好的 那什么叫忧郁症 特别是记不好的 耿耿于怀 所以各位你要把你的心 变成一种 我只会装好的 装不了不好的 就像你的眼睛 放一颗沙 好不好 那当然不好 所以所谓智慧 就是这些 负面的对你来讲 你都可以把它 净化掉 这个叫什么 来 调伏自心 对治烦恼 所以很注意 就是说 一个人真心的在修行 如果方法正确 这个人生气气不起来 烦恼烦恼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他一切自由自在 医生宣布他得癌症 他还是哈哈哈 你哈什么哈 对不对 哈 得癌症啊 正常啊 这个世界这么多人得癌症啊 那得癌症干嘛 就我赶快修行啊 这个癌症反而会成为 他更精进的因啊 然后得癌症 他更怎么讲 哎呦 那我得癌症 干脆全部人的癌症 都给我好了 我来为他们努力啊 这个叫大悲心得癌症啊 所以癌症对他是一个快乐啊 是一个精进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精进 因为我们怕死啊 这个世间轮回痛苦 太痛苦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去思维 听闻以后要思维 思维以后要真的保持 这样子的念头跟行为 叫修 今天你很爱你老公 这个就是你没思维过 你这么爱他 你怎么不爱隔壁那个老阿公啊 老阿公跟老公差一个字呢 他这么老 我老公这么帅 为什么因为你执着了 你被他那个外表卡住了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我妈妈 我爸爸很凶啊脾气很不好 然后有时候就骂我妈妈 那我妈妈有时候哭哭哭 我就想说妈妈那你会不会回家 不要跟爸爸在一起 我妈妈就说 你走我们就跟你走 对不对 然后我妈妈就会比了上片的相片 你看你爸爸年轻多帅 手插这样 开一部Benz 我爸爸年轻就很有钱 你看他多帅 因为他被那个帅抓住了 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放不下 那各位呢 你要去看破他 所以你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幻 所以你所看到的 想到了 听到的 都是假的 不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世间有没有永恒的爱情啊 真的吗 那你怎么还没出家呢 因为你还认为有啊 老公爱完爱儿子 儿子爱完爱孙子 还没爱完呢 很多老菩萨就是这样 最近时候都没来拜佛了 不是小孩结婚了吗 对不起师父抱孙子 一个一个卡住了 然后孙子抱了 不还给人家 有一个年轻的妈妈 是师父 我婆婆 你看儿子不还给我了 没有他睡不着了 他就被他抓住了 所以各位你要解脱 那首先你要放下执着 那执着你要 你要问自己 到底你现在在执着什么 现在请各位写一张遗书 我某人要死了 然后你去写的时候 你会发抖 还边哭 为什么 我真的要走了 那你为什么要哭 那哭就是因为你放不下 你对什么放不下 我老公还没走 那这个就是 那你这一点你就要去修 如果你不针对你执着的去看破他 那你只想要保护这个执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师父我每次法会都来 我回向给他 回向那个保护的执着 那你把佛法当作麻醉剂 知道吧 麻醉麻醉 他不是真实在修行 那各位这个一点你要去看 我看我们之所以会出家 乃至释迦牟利佛定这个八广灾界 他就是希望你一天之内 好好的去思维 透过一天 你守完戒以后 那你就要去思维 如何达到清静 那你达到清静以后 哎呀明天要上班好烦哦 晚上还跟我老公讲话更烦哦 晚上回去看儿子太烦哦 就是因为他们让我觉得很苦 那你知道了 哦原来爱情是快乐还痛苦 还是一种束缚 对不对 绑住我们 牵住我们 所以有很多菩萨 师父我一直拜 一直拜 一直拜 希望我儿子好一点 那你是在拜儿子 又不是在拜佛 你就是希望利用佛法 让你的儿子更好一点 那这样你永远超度不了 因为你一直被他控制住了 你一直执着他反而害他 你就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给他的方法都没用 都没有用 为什么 有这种 就像你教隔壁的好孩子很会教 你教你自己的儿子气死了 知道吧 你跟隔壁那个男人聊聊天 多客气啊 你跟你老公聊天 每次骂死了 差在哪里 有执着跟没执着 你开刀开 你儿子开不下去 你开别人 出去吧 因为你对他没执着 所以你开得很轻松 所以那你要去思维